時事焦點 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梁建峰 到星期五對話韓仁的時間 韓仁先生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可不可以先跟我們講講 波音737飛機 自從接連發生空難之後 大家都有個警覺 很多國家將737 暫時禁飛 因為從這兩宗意外看來 好像跟飛機本身的問題 好像比較多 雖然現在未有結論 但美國似乎反應遲了些 波音是美國做的 隔了一天 人家停飛之後 他才停飛 究竟為什麼在中間 會有不同的反應 和這件事件裡 你覺得可以反映到 什麼情況出來 和我們分享一下呢 我認為這件事 首先就是波音自己的危機公關做得不好 本來對自己的飛機很有信心 但是不夠五個月 就連續發生兩件事 都是差不多的 起飛之後幾分鐘 突然那艘飛機 突然那艘飛機 向下苦衝 就撞了下海 印尼那艘 先撞了下海 跟著 埃塞外比亞這艘 就撞了下地 本來真的幾大件事 以現在航空協 是一個這麼成熟的產業 連續同一個機營 都是新交付 沒有多久的飛機 發生大概 情況也都幾相似下的 兩艘空爛 一共死了三百四十幾天 本來呢 波音自己 我認為 應該立即採取措施 就停飛 但是不好 並且呢 美國政府 因為波音是美國的公司 所以 似乎有些就 偏坦了 幾乃都說 沒問題 那這件事呢 現在呢 中國呢 就可以說 叫做 今次 都幾威 第一 立刻就 命令全國的 九十幾架 這個型號的飛機 就停飛 九十幾架飛機 停飛 對中國來說 都幾大件事 來的 損失都幾大 但是中國政府 為什麼 這麼大的損失 都要全部停飛呢 第一 當然 應該 我們應該理解為 安全第一 第二 也都 我認為 也都不排除一種 有一些 跟美國叫板的意味 當然這種意味呢 你就 沒得指責它的 因為 畢竟 人命關天 並且又是 你美國的公司 又是這樣的 一件這樣的事 所以 中國帶頭 明明全國的飛機 停飛 這種型號的飛機 停飛 中國一帶一頭 不得了 一兩日之內 跟著很多國家來 沒多久 英國 德國 法國 歐盟 甚至澳洲 這些都停飛 全世界三百幾架飛機 有二百幾架 就不死了 在這樣的壓力下 美國 內閣 美國政府的內閣 和航空管理局 還是不認 還是認為 適項的 沒問題的 我們的交通部長 趙小蘭小姐 還要自己打 親身去坐一次 證明告訴你 沒有問題 誰知道 很壞不壞 想不到 我們的總統 原來是這麼善變的 這架飛機 趙小蘭的 坐的飛機 降落 不久 總統就宣佈 停飛了 這個壓力實在太大了 不單止全世界這麼多國家 連美國自己的乘客 空服人員 飛機師 都說不算 都說不錯了 所以 只能夠停死 其實 這次的事件 的原因 是什麼呢 到現在還未查明 阿塞外比亞那兩個黑盒 找到了 但是又不送來美國 送去法國 來分析 來測試 看 這件事 又是對美國人 一個極大的打擊 本來美國的航管局 是一個在全世界 非常之權威的 一個這樣的機構 所有全世界 大型的商業飛機 大客機 你這種飛機 能不能夠飛 都是要靠 很主要都是要靠 美國來認證的 美國這個航管局 給你一個認證 給你了 適航 可以飛 那你才可以飛 所以 現在中國的大客機 C919 還未曾能夠商業 營運 因為雖然做出來了 C4國就行了 但是 不得到 國際的和美國的這些認證機構 發的認證 飾航證 都還是不能飛 所以 今次最大的打擊 反而是 除了波音之外 就是美國的這些航空的監管機構 出了這麼大件事 後知後覺 遲了幾天才說宣佈停飛 有問題 那現在呢 到底是什麼問題 不知道 有些已經說了 因為它的軟件裡面 有缺陷的 飛了不久 還在爬升階段的時候 它突然會說 自己俯衝下去 這件事都挺可怕的 但是實際上 全世界現在 三百多架飛機 這些飛機正在飛 出事的 雖然是 很慘 有兩宗 但是 畢竟 還是少數的 我們也不能夠排除 有偶然的因素 所以 其實 波音和美國的空管當局 應該要 第一時間 就停飛檢查 看看 找清楚 到底這件事 原因在哪裏 那如果是 真的系統有缺陷 那就找到它出來 缺陷在哪裏 然後呢 就 正經它 撿回正它 本來是這樣才是 但是不是 由於 這個波音公司 對美國的經濟 實在關係都挺大 所以呢 一定是有少少 這些偏袒的心理 僥倖的心理 在那裏 那的確 波音公司是 美國現在 製造業最優秀的公司之一 每年為他的員工 為他的老闆 為美國人 美國政府 賺不少錢的 但是 錢多少都好 生命是最重要的 但是 你為了賺錢 你就 不顧生命 這件事 的確是講不過去 並且 現在 特朗普剛剛任命的 代理國防部長 就是原來的 波音公司的高管 來的 又多一層疑惑 所以呢 所以 這次 美國 被波音 搞了一層疑惑 我想 都真是 挺可怕 中國 由於 帶頭 停飛 在國際上 就有 有少少威望 立即 有人 有陰謀論 就是 說中國為何這麼勢勢 第一時間 就停飛 為了 報復美國 對華為的打擊 這樣 對這個 說法 我自己 就覺得 沒有什麼 很實質的證據 當然 你說 它完全沒有這種 心理 又或者 真的不能夠排載 會有一些 但是 兩件事 性質 就是 不多同的 但是 中國政府 今次 壯士亂臂 不顧宣失 停毅然 停飛成八架 它的飛機 這個 也是體現中國政府 在這方面的 魄力來的 那麼 對 整個國際的 航空界 航空業來講 這次波音的事件 就 有一些 有些 轉接點的味道 美國的權威 它的權威性 就大為降低 如果一個不幸 波音真的搞不定 損失巨大 甚至 當然這種可能性不大 但是也不能夠完全排除 甚至破產 對美國來說 更加是 雪上加霜 但是 就算萬一 波音公司 真的不行了 還有其他公司 經過改組 重組 等等 等等 美國這種製造飛機產業 就不會 立即 就死了 一定是 會繼續可以生存下去 不過 這種權威 這種賺錢賺到 很 很緊要 這種狀況 必然 就有一些改變了 好 那我們先講到這裡 下一節我們再回來